9月25号,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四川都江宴举行了欢送大熊猫安安可可赴香港海洋公园活动。 根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香港海洋公园签署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一对大熊猫安安可可将于9月26号启程前往香港,定居海洋公园,成为香港特区迎来的第三对大熊猫。 中央政府在过去先后赠送了四个大熊猫给香港,大熊猫是国,曾传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和生态的意义。 同时,大熊猫也联系了内地和香港的人物,加深了大家学买相连的关系。 每次我在香港探望大熊猫的时候,心头也放弃了满满的幸福。 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迎接接兰会新的家庭成员。 我们会照顾好安安可可,让他们渐渐看看开开心心,在香港展开美好的新生活。 据悉,大熊猫安安是一只雄性大熊猫,2019年6月出生,它头缘体长,动作敏捷,聪明好动,性格外向活泼。 大熊猫可可,原名甜可,是一只雌性大熊猫,2019年6月出生,性情温顺,活泼好动,善于攀爬,是典型的大熊猫界假小子。 目前,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正在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将一眼基地接受隔离解议。 我们熊猫中心安排了专门的团队,对它们进行了精心的饲养管理和护理。 应该说我们的饲养员对这两只熊猫特别的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 它有什么心理需要,喜欢吃什么竹子,然后哪些像苹果窝窝头的量线,专家组都对它进行了评估。 同时,海洋公园,它们的团队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它们那边的场馆的一些情况,气候变化,我们怎么去让大熊猫更好地适应香港的生活,我们都有交流。 为保证大熊猫安安可可顺利赴港并适应新家,熊猫中心对其进行了全面健康评估, 同时还安排专家和饲养员与香港海洋公园前来学习参与一对大熊猫饲养的四名饲养员进行深入交流。 让它们熟悉和掌握两只大熊猫的性情和生活习性,并与两只大熊猫建立信任。 大熊猫安安可可启程赴港市,熊猫中心还将派出一名饲养员和一名兽医陪同前往, 并停留一段时间,帮助两只大熊猫尽快熟悉并适应新家。 出发前我们对两只大熊猫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麻醉以后对它的口腔, 然后对它的外科内科做了X光,然后做了超声波, 然后采集了血液粪便尿液都做了全面的检查, 确保它起运前是非常健康的。 然后到香港以后,我可能会陪同这个熊猫待一段时间, 然后跟它们那边的兽医团队,把这个熊猫的健康, 还有日常的疫病的防疫,我们做一个交接, 然后大家也相互交流一下。 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香港海洋公园正有序推进运输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全力保障两只大熊猫平安健康抵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